在纷繁复杂的社会中,我们总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人,有些人可以成为我们的朋友,有些人则不然,那么,如何去判断一个人是否值得我们深交,或者是否需要绝交呢? 古代著名谋略家鬼谷子为我们总结了四种值得深交的人,三种需要绝交的人,下面,一起看看哪些人值得深交,哪些需要绝交呢? 传承国学精华,启迪智慧人生,欢迎订阅国学天地。 深交四种人,一厚道的人,厚道是一种品质,它体现在一个人的言行举止中,不仅让人感到安心,还能在关键时刻给予信任和支持,与厚道的人相处,不需要担心他们会背后捅你一刀,因为他们言行一致,诚实守信,这种品质在现实生活中尤为重要,它可以帮助我们建立稳定而持久的人际关系。 在影视剧《亮剑》中,李云龙就是一个厚道的人,他忠诚于国家,忠诚于军队,更忠诚于他的战友和部下,他的言行一致,深受大家的信任和敬爱。 在与敌人作战时,他总是冲在最前面,用实际行动为战友们树立榜样,他的厚道和担当,让人们对国家和军队充满信心。 在这个复杂的社会中,我们需要更多厚道的人来维护社会的和谐稳定,厚道并不意味着愚钝,而是在坚守原则的同时,用更聪明的方式处理问题,与厚道的人相处,我们可以放下心防,真诚相待,共同成长。 因此,我们应该努力成为一个厚道的人,对待朋友和家人,我们要忠诚,诚实,担当,这样才能赢得他人的尊重和信任。 同时,我们也要珍惜身边的厚道之人,与他们共同创造一个美好和谐的社会。厚道的人会给他人更多的安全感,让人感到踏实。 喜欢并且感兴趣的话,记得订阅本频道,接着往下看吧。 二,积极进取的人。积极进取的人,是指那些心态积极,目标明确,勇往直前,不断追求进步和提高自己的人。 他们往往具备强烈的自我驱动力,能够在面对挑战和困难时,保持坚定的信念,努力克服各种障碍,实现自己的目标。 在生活和工作中,积极进取的人总是充满激情和活力,不断拓展自己的人生道路,成为身边人的榜样。 进诸者赤,一个优秀的人在你身边,也会带动你优秀起来的。 你生活的就是这样一个优秀的圈子,所有的人都那么有能力,都那么的积极进取,你也会被影响的差不到哪去。 阿甘正传中的阿甘,是一个智力有限的男子,但他凭借乐观,勇敢,坚韧的品质,在战争,体育,商业等领域,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。 影片中,阿甘跑步横穿美国的片段,以及他在越南战争中的勇敢表现,都充分展示了他的积极进取精神。 他们的故事,激励着观众勇敢面对生活中的挑战,不断追求进步和成长。 三品德高尚的人 品德高尚的人 不仅能够正确对待金钱和权利,更重要的是,他们具备坚定的道德信仰和崇高的品质,这种品质使他们无论身处何种境遇,都能保持内心的平和与坚定,不受外界诱惑,在现代社会,我们仍然可以从一些优秀的影视剧作品中,找到这些品德高尚的人物形象,从他们身上学习如何面对金钱和权利。 在经典电视剧《人民的名义》中,侯亮平就是一个品德高尚的人,他身为一名检察官,始终坚定信仰,忠诚于党,忠诚于党,忠诚于人民,忠诚于法律,面对金钱和权利的诱惑。 他毫不动摇,坚决捍卫正义,侯亮平身上展现出的坚定信仰和崇高品质,正是我们值得学习和追求的。 此外,在电视剧《大江大河》中,宋永辉也是一个品德高尚的人, 他从一个普通的农村少年成长为一名优秀的国有企业的领导,始终保持着一颗为人民服务的初心。 面对金钱和权利的诱惑,他始终坚定信仰,把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。 宋永辉的故事告诉我们,一个人在金钱和权利面前能否保持高尚品质,关键在于他是否始终坚守初心,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。 通过观察和学习这些影视剧作品中的高尚人物,我们可以更好地认识到金钱和权利在人生中的地位,从而树立正确的价值观,培养高尚的品德。 只有这样,我们才能在物欲横流的现代社会中保持内心的平和与坚定,真正做到不忘初心,砥砺前行。 4. 能控制情绪的人 一个能控制情绪的人,不仅在生活中能够保持冷静和理智,更在面临困境时表现出坚韧和毅力,他们懂得如何在顺境中保持谦逊,不炫耀自己的成就,更懂得在逆境中自我调适。 不沉溺于悲伤和挫折,这种内心的力量和成熟,不仅使他们在生活中游刃有余,更能获得他人的尊重和信任。 在《三国演义》中,诸葛亮就是一个能控制情绪的典型人物,面对曹操的大军压境,他不仅没有恐慌,反而悠闲地在城楼上弹奏琴曲。 他的冷静和从容,不仅稳定了军心,也震慑了敌军,最终成功地以空城际退敌诸葛亮的这种情绪控制能力,使他能在复杂的环境中保持清晰的头脑,做出明智的决策。 在现代社会,我们也需要学习控制情绪,以应对各种压力和挑战,比如,在工作中遇到问题时,我们不应抱怨或焦躁,而应冷静分析,找出问题的根源,并寻求解决办法,在与他人相处时。 我们也应学会控制情绪,避免因一时的冲动而说出,或做出伤害他人的事情。 总的来说,能控制情绪的人,不仅能更好地应对生活中的挑战,也能赢得他人的尊重和信任,因此,我们应学习控制情绪,培养内心的力量和成熟。 绝交三种人,一言行不一的人,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,确实会遇到一些言行不一的人。 他们可能表面和善,背后却恶意重伤他人,他们可能口口声声说着诚信,实际行动却违背了诚信的原则,与这样的人交往,不仅会让我们感到困惑,还可能给我们带来伤害,因此,我们需要时刻保持警惕,远离这些表里不一的人。 在影视剧《狼牙榜》中,就有这样一位典型的言行不一的角色,夏江,他表面上道貌黯然,满口仁义道德,实则心机深沉,伟达目的不择手段,他利用别人的信任,挑拨离间,制造混乱,给身边的人带来了无尽的痛苦。 最终,他的真面目被揭露,众盘亲离,落得悲惨的下场。 在历史故事中,也有许多关于言行不一的例子,例如,北宋时期的蔡京,他身为宰相,口口声声说着,为国家为民,实际上却大肆敛贪,图享乐,他利用手中的权力,陷害忠良,排挤一挤,导致国家政治腐败,民不聊生。 最终,蔡京被宋亲宗贬折,克死他乡,成为千古罪人。 通过这些例子,我们可以更加深刻地理解鬼谷子所说的言行不类,忠实相悖,外内不和,而利甲截以敢视听者,必须绝交,在人际交往中。 我们要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,远离那些言行不一的人,与真诚,正直的人为伍,这样才能建立起健康,和谐的人际关系。 二维,利是图的人。 若隐食以亲,祸禄以交,损利以和,得其权欲而隐于物者,必须绝交,鬼谷子。 鬼谷子的这段话,深刻地揭示了唯利是图之人的本质,他们表面上看起来和蔼可亲,但内心却充满了算计和狡猾,他们交朋友的方式,不是基于真诚和善良,而是基于利交换和利用。 这种人,不仅在生活中应该远离,即使在职场和商业环境中,也应该保持警惕,避免被他们的伪善和奸诈所蒙蔽。 在影视剧《狼牙榜》中,就有这样一位典型的唯利仕途之人,梁帝身边的红人,颜侯爷,他口口声声说着为国为民,但实际上却只是在利用权力谋取私利,他看中了梅长苏的才华,想利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,却在关键时刻,为了保全自己的利益,毫不犹豫地背叛了梅长苏。 这种人,虽然表面上看风度翩翩,但内心却充满了阴险和狡猾。 在中国历史上,也有许多这样的例子,例如明朝的严嵩。 他身为首辅,却贪污腐败,陷害忠良,只为了保住自己的地位和财富,他看中了下颜的才华和地位,曾想结交他为盟友,却在关键时刻,为了自己的利益,陷害下颜致死。 这种唯利仕途之人,历史上并不少见,他们都是社会的毒瘤,必须引起我们的高度警惕。 总的来说,唯利仕途之人并不可怕,可怕的是,我们被他们的表面所蒙蔽,被他们的奸诈所利用,我们应该学会看透他们的本质,远离他们,保护自己。 同时,我们也应该以真诚和善良待人,做一个真正有品德,有道德的人。 三贪图小利的人 贪图小利的人,往往只看到眼前的利益,缺乏长远的眼光和大局观,他们容易陷入琐碎的事物中,忽视了更重要的大事。 与这样的人交往,不仅会让人感觉疲惫,还可能因为他们的短视、行为而受到拖累,因此,古人告诫我们,要远离这样的人,避免受到他们的影响。 在《三国演义》中,曹操手下的谋侍许优,就是一个典型的贪图小利之人,他原本是袁绍的谋士,但因为家人犯法,被袁绍处罚,心生怨恨,转而投奔曹操,在曹操与袁绍的关赌之战中。 许优献计帮助曹操取得了胜利,然而,许优贪图小利,竟然私下收取了袁绍的贿赂,背叛了曹操,最终,许优的短视行为导致了自身灭亡,曹操也因为他的背叛而受到重创。 贪图小利的人,往往容易陷入道德的困境,甚至可能为了利益而出卖朋友和信仰,因此,我们要时刻警惕,避免与这样的人深交,在现实生活中,我们可以通过观察一个人的行为和决策,来判断他是否贪图小利,如果发现身边有这样的人,应该保持距离,以免受到他们的影响。 总之,贪图小利的人,往往缺乏长远的眼光和大局观,容易陷入琐碎的事物中,忽视更重要的大事,与这样的人交往,不仅会让人感觉疲惫,还可能因为他们的短视行为而受到拖累,因此,我们要远离这样的人,避免受到他们的影响,同时,我们要时刻警惕自己,不要成为贪图小利之人。 禁朱者赤,禁末者黑,与什么样的人在一起,你的生活就会被影响成什么样子?一定要记住,深交这四种人,绝交这三种人。 好了,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,如果您喜欢本期的视频,在下方点个赞,或者订阅频道,如果有什么建议,就在下方留言吧。咱们下期不见不散吧。